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郑叶成祝清好即将上线 两人对视真的杀我,太甜 开年了,那些杀青带播的古装剧是时候催起来了 尤其是一些预告都放了好久的 真是吊足观众的胃口 今年能播的古装剧应该不少 大家更期待哪一部先播出呢? 祝清好这部剧的男女主大家也都熟悉 颜值是不用说了 在当红小生和小花中 演技那也是不错的 之前都拍过很多古装剧 袁冰岩自从仙侠剧流离大火之后 还接了两部古装剧 她的古装扮相很漂亮 但雅清秀中还带着点活泼可爱 可言可甜 她和刘学艺合作的 《落花时节又逢军》也是杀青带播状态 和中汉梁合作的《青城易清欢》 目前还在拍摄中 郑叶诚拍过的古装剧要更多一点 像颤抖巴阿布3000压杀圣唐幻叶等 在正热播的《镜双城》中饰演真蓝太子 长得帅演技好 虽然现在大多数剧她都是男一 但还是缺个爆款剧磅身 希望这部剧能带给她更高的人气 这次在剧中她饰演沈彦 是个武功高强的金灵魏 长得好看的沈美人还被长乐郡主流淋 袁冰岩是看伤了 这不爱情就来了吗 女主作为郡主该有的刁蛮霸道还是有的 长得这么美又有点娇憨 花式追夫男主怎能不心动呢 此前 爱奇艺放出了片头曲MV 让人直呼太般配 短短几分钟的视频 两人含情默默的对视了有不下10次 糖分严重超标 现在已经在预约即将上线了 坐等开播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只有24集 如果不是分级拍 那剧情的进度挺快的